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右脚踏海 左脚踏地 大声呼喊 好像狮子吼叫 呼喊完了 就有七雷发声 七雷发声之后 我正要写出来 就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 七雷所说的 你要封上 不可写出来 我所看见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 向天举起右手来 指着那创造天和天上之物 地和地上之物 海和海中之物 直活到永永远远的 启示说 不再有时日了 或者说不再单言了 但在第七天使吹号发声的时候 神的奥秘就成全了 正如神所传给他的仆人众先知的家音 好 这里就是在描述 描述说 第七个天使吹号 就所谓的莫字号筒响起的时候 第七个天使吹号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是跟前面六个号就不太一样 哪里不一样呢 他这里说 有一位大力的天使 这个天使出来了 天使出来以后 他讲的东西呢 神竟然跟他说呢 你要疯起来 这个大力的天使 他说讲话好像狮子 这就是传说中的狮子吼 河东狮子吼 就是一个人讲话的时候 哇 声音很大 很有威严 而且呢 他手里拿的小书卷是展开的 所以代表说已经准备案卷要展开 因为七个印已经全部揭开了 案卷可以展开了 然后呢 他这个时候呢 他要把那个奥秘写出来的时候呢 然后竟然神跟他说 这个奥秘你要封上 不可以写出来 那这个我们后面一点 我们再来讲这个部分 我们先把这个第七号吹号的这个过程 我们先把它描述完 然后呢 我们就要继续往下看 我所看见的那踏海踏地的天使 他就是那个时候 他最主要在讲什么 这个天使他好同末次吹响 他讲的重点是什么 他讲的重点不是那些灾难 前面灾难够多了 他讲的一个太重要的重点 是不再单言了 因为我们记得吗 前面七个印 第五个印 这些殉道者 他们的呼声跟神说 你要赶快伸张公义 你要赶快彰显你的主权 彰显你的荣耀 神一直都说 时候没有到 我不是单言 我真的不是拖 我是宽容 我们在讲启示录说 一直强调 不要忘记 当最后那个阴影切开 就再也来不及了 所有的人就不再有机会了 那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都不再有机会了 有时候有些优惠 我们截止了 没机会了 你错过了 好可惜 有时候这个股票飙涨 你错过了 哎呀 好可惜 晚一点来美国的时候 哎呀 当年美国房子好便宜啊 现在都飙上去了 哎呀 我当时来的时候没有买 哎呀 好可惜 人生有很多的可惜 你错过了很多 甚至有人是错过一个好的伴侣 好的对象 真的 人生错过好的工作 错过的东西太多了 人这一生错过的东西太多了 但是在神眼中那些东西都是可错过的 就是可惜没有错 但是要不了命 但是这里 为什么上帝是单言 不是单言 上帝是宽容 宽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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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世界的结束 如果你错过了最后的救恩 那个已经不是可惜了 那是可怕了 所以神一直给人最后 那个门总是不愿意关 还希望最后有人可以进这个恩门 但最重要的 第七个印 揭开的七个号 第七个天使 那真的是 最后最后最后的 这个天使 他说 他宣布一件事 够了 我给的机会绝对够多了 这个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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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宣布说 Normal 没有了 这就是这个重点 第七个 吹号角的天使 跟前面不太一样 第七个天使 吹号的时候 他是告诉大家 没机会了 所以这个天使 吹号角是告诉大家说 不再单言了 不再单言了 神的奥秘已经成全了 所以真的是让我们对于 就是这个圣经的记载 如果你不去接受它 所以为什么一开始第一章 约翰就说 读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 如果你这么重要的奥秘 世界的结束 如果你不相信你不接受 那真的是太可怕了 好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读 好 我们再来看 他说 我从前从天上所听见的那声音 又吩咐我说 你去把那踏海踏地之天使 手中展开的小书卷拿过来 我就走到天使那里 对他说 请你把小书卷给我 他就对我说 你拿着吃光吃尽了 便叫你肚子发苦 然而在你口中要甜如蜜 我从天使手中把小书卷接过来 吃尽了 在我口中果然甜如蜜 而吃了以后 肚子觉得发苦了 接下来天使对我说 你必指着多民多国多方多王 再说欲言 好 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这里就是神跟约翰说 说来 现在前面的都告一段落了 你前面看到的一切的画面 揭开七个印七个号 都告一段落了 最后 在第七个天使 大能的天使 他出现的时候 这时候神给他又看见一个画面 说你要吃一个书卷 吃了书卷 口中甜 肚子苦 我们第一个我们先问 有没有别人吃过书卷 答案是有 以西节也是吃过书卷 所以这个吃过书卷的意思 如果你对照旧约的话 比较容易明白 就是吃过书卷 就代表说 神的话是我们的生命的粮 耶稣说过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 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 所以 这个约翰吃这个书卷 代表要把神的话 消化进去 这个情况在旧约也发生过 而且呢 吃了这个书卷之后 神就要他把吃进去的 吃进去的话 说出来 OK 所以这里我们就要再回头来一下 我们现在就来回应 刚才为什么说 这个印 这个印 你看了以后 你先不要写出来 这里有两个解释 第一个解释 有人的认为就是说 这个奥秘 是单单给约翰的 跟别人没关系 所以神说 你不用写出来 所以有一派神学家 他们是说 这个就好像保罗曾经被提到三成天 这个是非常 这个是非常个人性的经历 保罗本来不打算讲 后来实在是因为哥林多教会 发生太多状况 保罗为了要彰显他的权柄 他才跟他们说 好吧 有一个奥秘 我本来不想讲的 保罗只好讲出了他个人的经历 所以有一派神学家认为 上帝跟约翰说 你这个封住不要讲 是因为那个跟别人没有关系 这是一派 但是这一派的人比较少 多数的人是认为说 这就是一个奥秘 不是跟约翰个人有关 是一个跟大家有关的奥秘 那这里面呢又分两派 第一派说 奥秘就奥秘 他叫你不要讲 你就不要去想了嘛 圣经都说奥秘了嘛 隐秘的是属于耶和华 就大家不要再去问了 上帝都已经说奥秘了 你还要讲 但我个人比较不接受这个说法 我觉得上帝不会这么无聊 告诉我们说 这是一个奥秘 你就封住 好 那我们继续往下讲 没有意义啊 所以我接受的是第三种说法 就第一种说法 是跟约翰个人有关 这个我觉得不是这样 第二种说法说 他就是一个奥秘 你也不要再去研究了 我也不觉得是这样 我比较支持的是第三种 就是说是时候没有到 神说这是一个奥秘 你封起来 那那个奥秘是那个时候 不要宣布出来 我觉得这个比较合理 当然前面两种也有可能 但我是说我自己 我自己比较景象接受第三种 就是这个奥秘 是暂时时间到 没有还没有要公开 任何的印封住 不会永远不让人家知道的 它都是会有解封的一天 会有解密的一天 所以我认为说 比较合理的解释是 神说那个时候 你先把这个奥秘封住 那什么时候解开呢 就有一派神学家认为说 后面就解开了 神说前面你先封住 可是等到这个先知吃了神的话 吃了这个书卷之后 神叫他对人家发预言 神跟约翰说 好你上面看的是上级 我们现在看下级 所以吃了书卷之后 神告诉约翰 就是最后一节 第十章最后一节说 你必指责多国多民多方多王 你要再发预言 这个预言是因为你吃了书卷 是因为你有了神的命令 你有了圣旨 你有了神的授权 所以神现在要你 把这个授权吃下去 然后要把那个预言说出来 所以我比较支持 多数的这个神学家认为说 第十章上半段说 这个七雷发生有一个奥秘 神说你先封起来 那他们认为说 这个封起来是到了他吃书卷之后 他有了神的启示以后 不是用他自己的解释 是有了神的解释之后 他就可以把那个奥秘去讲出来了 那我自己觉得 这个解释是比较 比较好像比较合理 让我们觉得比较是容易懂的 但事实是怎么样 我们其实也没有办法百分之一百确定 只是说如果用在同一章第十章 他前面讲了有一个奥秘你封起来 然后后面吃了书卷 然后神就说 现在你要把那个奥秘你要讲出来 把你吃的书卷再讲出来 我觉得是比较合理 但是也不完美 因为这个解释还是会有很多 令人质疑的地方 我只是说时间的关系 我只是说我个人是比较请下接受这个说法 那么现在剩下一个问题了 为什么吃下去甜如蜜 到了肚子里面会发苦呢 那也有两派说法 有一派说法说 甜如蜜 指的是基督徒 读神的话甜如蜜 而吃到肚子里面苦 指的是 如果你一般的人 你没有圣灵的同在 叫你要照着神的话 怎么背起十字架 饶恕你的敌人 爱你的仇敌 那是很辛苦的事 那个是非常辛苦 所以有人认为说 甜如蜜是对基督徒来讲 可是在肚子里面很苦 那个是对畏信者来讲 但我也比较不接受这个说法 我觉得比较合理的说法是 神的话你读的时候觉得很有道理 哇神的话好甜蜜哦 可是你要去做的时候 当你去消化他的时候 哇不容易啊 神的话教导你怎么做 你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 你做丈夫的你是妻子的头 这些话读了好像都很有道理 二人要成为一体 那人要离开父母 都是很有道理 都是嗯嗯嗯甜如蜜 很棒 神的话语很甘甜很棒 可是你要做的时候呢 没那么容易啊 吃下去容易啊 消化的时候 消化的时候很辛苦啊 消化的时候会有很多很多的不容易啊 这是一个比较一般 比较大众化 大家比较可以理解的 这个解释法 那我个人是觉得 这个解释是可接受的 神的话神的奥秘 你吃的时候是甜的 可是当他进去里面以后 是苦的 另外一个说法是说 对于基督徒来讲 是甜的 可是呢 这个世界末日啊 这个世界下来会很混乱 会有新天新地 基督徒觉得是甜的 可是不信的人 他会觉得哇这个很苦耶 他们想到世界会有末日 前面讲的那些三分之一的草会被毁坏 然后三分之一的海会毁坏 三分之一的江河会毁坏 然后人类会一下子大量死去 因为水很苦会死很多人 对他们来讲 这一切都是如此的没有盼望 如果你没有救恩的话 末日对你来讲就是苦 可是对基督徒来讲 那是一个甘甜 代表救赎领导 代表神要彰显他的公义 代表我们的世界上的罪 终于要结束了 所以他有几种不同的解释 但大概方向都是说 又苦又甜 神的话某一部分是很甘甜 可是对另外一些人 或者从另外实践的层面来讲 他不是说入口即化甜到底 其实后面也是要付代价的 其实是苦涩的 大概都是这一类的解释 那我觉得这一类的解释 也是比较是可以接受的 好那这样我们就继续来读 第十一章 我们来看继续来看 会发生什么事 好第十一章 有一根尾子 赐给我 当作凉度的杖 这个在旧约也出现过 好像一个尺要给他凉 且有话说 起来将神的殿和祭坛 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凉一凉 这什么意思 这也就是说 神说来审判从神的家开始 你来看看 你拿一个尺来凉凉看 就是这些人是真的基督徒吗 大概就这个意思 凉就是你来评估 而且是评估什么 神的殿 祭坛 还有在殿中敬拜的人 这是他来 就是告诉约翰说 神说他要审判 他要来凉凉看那个尺寸 他要凉神的殿 他要凉的是 这个教会的组织 祭坛 神职人员 并且凉这些来做礼拜的基督徒 到底有多少是真正的基督徒 有多少是认真的基督徒 神说我们来量量看 所以有一个解释 是这样的解释 是比较容易懂的 好那我们再来看 只是殿外的院子 要留下不用量 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 他们要践踏圣城42个月 这里就是 就是我们现在已经读到 启示录最难懂的部分了 就是这里说 圣殿外面 不用量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就出现了第二种解释 我们刚刚不是讲吗 量一量就看这些基督徒 对不对 但第二种解释完全不一样 第二种解释是说 那你来看 神要他去量外面 然后跟他说 这个神跟他说外面不用量 因为那个外面是外邦人 所以有这样的话就产生了 第二种截然不同的解释 说第一种量是保护 神说来 把这个神的儿女 圣殿祭坛 并殿中礼拜的人 都来量一量 那我个人是比较接受第二种 就是说 这个量是好的量 而不是 不是审判的那种账量 我个人比较接受的是 第二种说法就是 神叫他说 你用那个给他量一量量一量 好像是拉一个警戒线 设立一个保护 他说外面的就不用量 他说因为外院 在旧约圣殿的外院 是外邦人可以去 神引用这样的一个旧约的 这个圣殿的精神说 外院是留给外邦人的 但是那些外邦人不是要来敬拜 他们会来践踏圣城 42个月 一年12个月嘛 42个月就是三年半 所以这里就牵涉到 很多基督徒都讲一个末后的七年 就分成三年半 三年半 那我们等到我们下一次 我们就特别针对这个部分再来讲 但这里有讲到 42个月就是三年半的意思 就讲到说 有三年半 基督徒会很受苦 会非常受苦 会在这个三年半的当中 也因为这里又出现了基督徒 所以就会让大家很困惑 因为很多人说我们不是被提了吗 我们不是已经头上有印记 然后什么货灾货灾货灾 那七个号吹的时候 我们不是都不在了吗 怎么到第七个号吹一吹 还在啊 怎么会有外邦人来践踏42个月 怎么会基督徒还要再受苦呢 现在大家就明白了 岂是不是就是你在读那一章的时候 你会有一个解释法 你觉得一切都很合理 可是当你在往下读的时候 突然发现 后面的描述 会让我们 以为我们懂得前面 整个推翻掉 那这就是为什么 我说你读启示录 我们一定要先整个读过一遍 你要把所有的拼图 统统摊在桌上 看看有大坏的小坏的 看看有哪些东西 不要很兴奋的 拿两块就开始拼 就开始拼 拼到后来发现 哇那前面都白拼了 你很容易就会发现 我们前面的解释 跟我们前面的理解 其实是错的 除了一开始 七个教会是不会错 后面的这些抽象的描述 跟灾难有关的 你读到这里的时候 你就突然发现 哇我就动摇了 我本来的那个理解 到这里我就动摇了 那就是很多人就会说 那照这样看的话 他就不是实行顺序了 如果照这里看说 42个月我们还要受苦 然后等一下要读到 两个见证人 那显然基督徒还在苦难中 那如果基督徒还在苦难中的话 那就代表说 这七个印 或者这七个号 他就不是一个时间顺序了 因为如果按照时间顺序 照理来说 基督徒这时候 应该不在了才对 那这就是我们一直讲到的 灾前被提 灾中被提 还是灾后被提 就变成各有各的圣经依据 各有各的抓住一两句很有利的话 然后就说这个地方就是这样解释 可是另外一个派别说 对 这里的解释你是对的 问题是别的地方有别的解释 跟这个就兜不起来了 这就是为什么到今天基督徒 还是对于我们是灾前被提 灾难中间被提 还是灾后我们才被提 我们到现在 没有办法得到一个共识 因为他各自都有 他各自非常明确 强而有利的圣经根据 所以在解释的时候都不拢 我们就如果用这个解释法 去解释某一段经文就出现困难 那如果用那一段解释法 解释那段经文就很好 但是再回来解释这段经文又会有困难 所以不会有专家 各位任何启示录的专家 都没有能力解释这种矛盾 因为如果这种矛盾是可解释的 上帝就不需要用启示录 这么抽象的方式来启示 上帝就直接白纸黑字 就直接把答案通通告诉我们就好了 所以可见这些奥秘有很多 是我们现在的生活经验 或者到目前为止 我们还是没有办法理解 那个时候到时候的状况 我觉得这个部分我们必须要保留 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现在的理智 就理解所有的这个奥秘 好所以回到这里讲到了丈量 所以这里说 你跟他跟约翰说 你拿个词去量量 量圣殿量祭坛 跟量敬拜的人 那我自己觉得这个量是好的量 就是不是要审判这个 而是第二种他是要来保护 所以跟第一种审判从神的家开始 恰恰就是完全两种不同的解释 而且是相反的解释 那我个人比较接受的是第二种的解释 这个量是因为神要拉保护线 因为他后面有说 城外外院 有42个月神允许他们来见他 但是只会破坏外面 破坏不了里面 这个也是我同意的看法 就是未来我们基督徒遇到多少的破坏困难 不管什么时候被提了 这个世界所有的这些难处 神只会允许他发生在我们的外院 外院就是说 发生在你的 你的可能生理生病啦 或者你的环境啦 你的工作啦 你的经济啦 或者可能被抓去关啦 但是呢 他动摇不了我们的里面 神的殿是我们的里面 然后呢 祭坛是我们的里面 我们的敬拜是我们的里面 就是一个基督徒对信仰的立场 这个是那些逼迫不可能动摇的 所以他说 你来量一下 你来量一下圣殿 祭坛跟做礼拜的人 所以这个量就是把他保护起来 OK 所以这两节 有一点没头没尾 确实上别人会有一点看不懂 但是 这个在整个启示录当中 他比较属于知为末节 他比较不是整个启示录主干 神想要表达的主要讯息 所以意思是说 就算把这两句拿走 大概影响也不大 对于整个启示录的主旨影响也不大 但是他的确这两句话 讲得似乎欲言又止 似乎这两句话里面藏了某些奥秘 等待我们再去发掘 那我们就先把这两句话放下 拿个位置去量 好 等我们 我们现在讲的这些东西 启示录就像 你往下讲一讲以后 我们都会再绕回来讲 因为你没有一直往下读 全部先看完一遍 你就没有办法说 讲到一半 就来把它做完整的解释 因为有很多是后面 你把它读过了 你才有可能就把它拉回前面来 回顾 说那这句话有可能是这个意思 那个意思 那启示论难就来在这里 好吧 我们往下读吧 读往下读 十一章第三节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 十一章第三节 神说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 身穿毛衣 传到一千两百六十天 那一千两百六十天是多少 一年三百五 三百六十五天 那就三年了 对不对 三百六十五天乘以三 对 就是一千多 那一千两百六十天 你就除了一下三年半 实际上我刚讲 大灾难有七年 然后呢 前三年半 后三年半 就是因为这里出现了一个 两个见证人 他们要传到一千两百六十天 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 他们是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 所以这一段两个见证人 这个历史历代太多太多的不同的解释了 太多不同的看法了 到底是怎么样才算是这两个见证人 有各种各样的的说法 那如果按照字面 就是说后来会出现有两个是很有能力的先知 因为前面已经出现了很多很多这些世界的灾难啊等等 所以那个时候神要派差遣两位见证人 他们就是历史当中 未来真的会出现两位很有能力的人 他们会在那边工作 但是也有人认为说不是真的两个人 应该是上帝的两样特别的事工 所以他是抽象的解释 不是真的是一个人 那这个看法就又不一样 好了我们先来把它读完吧 若有人想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 反正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 所以从这个描述来讲 他们是人的几率真的不高 你想想看将来就出现两个厉害的人 反正要害他 嘴巴就跟喷火龙一样就吐火就把人烧死 我觉得这个不太符合圣经一项的描述 圣经一项类似有这种比较不现实的描述 大概都是在比喻 都是抽象的在指一个现象 而不是真的有两个人这里面会喷火 所以这个是大家可以来思考的 好 这两人有权柄 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必色不下雨 又有权柄叫水便为雪 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 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 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 必与他们交战 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 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 这城按着灵异叫索多玛 又叫埃及 就是他们的主定十字架之处 从各国 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 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 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 如果你按照字意来讲 他这里的描述 你按照字意 就是未来真的会有两个人 这两个人很厉害 这两个人是先知 刀枪不入 口中会喷火 然后后来两个人被杀 被杀了以后呢 大家都来看他们的尸体 这样 这就是字面的描述 而且呢 有蛮多人 真的有蛮多人 他们都认为说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未来会出现两个 很有能力的先知 然后他们就是会 像圣经所描述的这些事情 就按照字面意义就发生了 但是我想 也有蛮多的人觉得 不太合理 就这不是圣经一贯的描述 这种描述 如果你从整本圣经来看的话 这种描述 的确这两个人 比较像是一个比喻 就这两个人 可能是有两个人 是他们一起兴起的一个事工 或者两个人各自 有一个类似的事工 所以这两个人是 某一个事工的代表 然后后来这个事工失败了 很多人要攻击这个事工 但是都失败了 所以就这种是属于抽象式的描述 就是这两个人不是真的是两个 长得像我们这样的人 这两个人只是一种比喻 只是一种象征 那象征什么 那后面的解释就太多了 认为讲不完了 就有各种各样的解释说 这两个人其实是什么 是两种什么样 所以就会有很多的变化 那我是觉得我们基督徒 读到这种部分 因为这个部分 你用字面读真的是有一点 太不切实际 可是你要用抽象的去解释的话 你解释起来 又会遇到很多的困难 会有很多细节 我们是没有能力去解释的 所以呢 我们只能够用一个比较 概要性的 比较可以确定的就是说 在这末世的时候 神会兴起一些 很明显不同于以往的人 或者是世工 然后呢 魔鬼也会拼命的攻击这个世工 而且呢 这个世工或者这个人 会垮掉 或者是如果是人的话 他就是死掉 然后呢 后面呢 却从死里面复活 我们来看后面的描述 他说 住在地上的人 就为他们欢喜快乐 互相馈送礼物 因这两位先知 成教住在地上的人 受痛苦 过了这三天半 有生气从神那里 进入他们里面 他们就站起来 看见他们的人 甚至害怕 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 从天上来 对他们说 上到这里来 结果这两个人呢 就架着云上了天 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 好 各位 读到这里 你刚刚觉得这两人 应该不是两个人 对不对 你读到这里 你是不是又开始怀疑说 那我觉得是两个人 应该就是两个人 因为他们架着云升天 岂是路的难就难在这里 就是有的时候你觉得 你按照字面解释 解释不通 可是你往下读又觉得 你用抽象解释 你也解释不通 好像最合理的解释 反而是回到字面解释 虽然这个字面解释 会让你觉得有一点稀奇古怪 有一点超现实 但是这就是为什么说 很多人他们还是选择了 就照字面的意义去接受 因为如果你现在读到这里 你把十一张全部读完 你就发现 最简单的解释法 就是照字面 就真的有两个人 但这两个人很厉害 那口中吐出火 也不见得真的是 哄喷喷火龙 而是说 他们就会很有权柄 他们讲的话 他们可能是很多的君王 或者有权势的人 会听他们的话 他们有能力去连接 很多很多 这个世界上的人 所以呢 以至于这个无底坑里面的兽 就是一定要把他们干掉 而且世人也讨厌他们 因为他们代表的是正义 因为他们代表刑法 他们让很多人受苦 所以他们死了 哇 大家都放鞭炮 拍手 大家都很高兴 这样 但是呢 没有想到 过了三天半 神就让他们从死里复活 并且从死里复活 跟耶稣一样 驾着云升天了 所以这段要怎么解释 到目前为止 真的我们找不到一个 是大家都同意的解释 目前为止我们看不到 因为这段的描述 实在是太 太偏离现实 这段的描述 实在是让人家有点摸不着头脑 好 我们要承认有很多 启示录的奥秘 我们的确是很难解释 我们先来把它读完 正在这时候 地大震动 城就倒塌了十分之一 因地震而死的有七千人 其余的都恐惧 归荣耀给天上的神 第七位天使崔号 天上就有大声音 说地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 他要做王 直到永永远远 好 这里终于出现第七个天使崔号了 我们前面看到的 就是天使要崔号之前 神给他看见 你先吃书卷 你先吃书卷 把神的话准备要 这个预言讲给万民听 而就在这个时候 第七个天使崔号了 第七只号角响起来了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七个天使崔号 天上有大声音咯 就宣布咯 号筒诺斯崔响 世上的国通通过去了 现在这个地上 全部成了神的国 成了基督的国 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一讲了这句话 这个画面我们就熟悉了 在神面前坐在自己座位的二十四位长老 就面福于地敬拜神 说习债今债的主神 全能者我们感谢你 以你执掌大权做王了 因为前面已经说到 神已经说时候到了 不再担言了 外邦发怒 你的愤怒也临到了 审判死人的时候到了 你的仆人众先知和众圣徒 凡敬畏你名的人 连大带小 得赏赐的时候也到了 你败坏那些 败坏世界之人的时候呢 也到了 当时神天上的殿 门就开了 在他殿中 献出他的约规 然后呢 有闪电 声音 雷轰 地震 然后再来就是有很大的冰暴 那这就是我们读的第十一章 所以我们第十一章读到了什么 读到了第七位天使吹号的时候 就是号筒末次吹响了 吹号的时候呢 宣告的是好消息 不像前面六个号都是宣布灾难 第七个号吹响的时候 他说时候到了 然后呢 他说最重要的是什么 他说最重要的事情是 他说我们一起来看 我们再回来看十八 第十八节 他说 你的愤怒 审判死人的时候到了 对不对 但是呢 同时也是 你的仆人众先知众圣徒 所有敬畏里名的人 连大带小 得奖赏的时候 也到了 所以这里讲到了 第七个号吹响的时候 他同时宣布了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 他宣布 吹号角 是奖赏的时候 谁得奖赏 所有神的儿女 我们都来得奖赏 但同时 对不信主的人来讲 也是审判的时候 尤其是审判那些 破坏世界的 魔鬼 还有他的跟随者 所有过去 破坏神的定律 破坏神的旨意 破坏神的原则 破坏神的创造 那些欺骗的 那些 没有良心的 这些黑心的 食品工业 食品业者 还有那些政客 用谎言得好处的政客 还有很多的土匪 强盗 用暴力 伤害这个世界 还有一个大队的诈骗集团 这些都叫做破坏世界的 所有破坏世界的 在第七个号吹响的时候 他们都要被审判 而所有受害者 我们这些 遵行神的旨意的人 我们那个时候反而是要得奖赏 而且他说是 从大到小 这个连大带小是两个意思 一方面可以讲年纪 从老到少 但另外一个方面 是指的是 可能有的人 我们的侍奉 范围可是比较小的 很多基督徒的侍奉 是没有人认识的 没有人知道的 是不出名的 是没有人注意的 那些小弟兄 那些很卑微的士工 但是那些士工 神看见了 那些士工非常有价值 所以那个小 指的是世人眼中看 那个一千两个 世人眼中看 那些在乡下服侍的 那些教会的领袖 神的仆人 他没有名 没有利 没有人认识他 他的教会也不大 薪水也不高 他就是 可能就在一个很偏远的地方 就服侍一小群人 而且有些老师 在偏乡教书 还有很多人 很多的律师 他可以赚律师费 他没有 他透过他的法律的知识 他在帮忙很多 弱小的群体 伸张正义 很多很多这些 在世界各个角落 忠心于神托付他的 可是呢 没有人认识 他们的士工 可能是很小的士工 那当然有的大的 大的孤导家 有一些做了很大的士工 孤儿的士工 或者是像这种 整个影响人类历史的 一些宣教士 像戴德森 还有很多很多 有名的这些宣教士 约翰卫斯里 那更不用讲 保罗 彼得 这些人 这些都是大 可是呢 还有一些是小 这是一种解释 另外一种解释 这个就是年纪而已 他说这些人 老老少少 只是很单纯 没有那么复杂 纯粹老人小孩 都一起来 所以会有两种解释 但不管你要接受哪一种 总而言之 重点是说 第七个号 吹响的时候 是奖赏的时候 而同时也是 审判的时候 它是同时发生的 所以当第七个天子 吹响的时候 约翰看见什么 约翰看见天 天上的那个门呢 不但是天开了 门开了 这个是前面就描述过 天上开了 但是这里描述的更准确 天上的殿 我们一般民间现在叫大雄宝殿 就是神的殿的门 开了 天开了可能只是神的院子而已 可是到这里以后 他看见天上的殿的门 开了 然后圣殿当中呢 出现了约翰 我想这个描述 是跟前面非常不一样的描述 因为这里出现了约翰 前面的描述都没有约翰 可是到了最后了 第七个号吹响的时候 不是天开了 是天上的圣殿的门 开了 而圣殿当中最宝贵的是什么 约归 那这里你就要讲到你对约归的认识 旧约里面为什么约归这么重要 以色列人现在要重建圣殿 1948年复活了 他们现在就等着准备要重建圣殿 而重建圣殿 你可以盖一个跟旧约一模一样的尺寸 材料你也可以让它一模一样 但有一个东西你找不到 约归 因为圣殿里面 至圣所在最里面是约归 约归才是圣殿的原始精神 因为圣殿从哪里开始 从会幕 圣殿是一个建筑物 是不会移动的 会幕是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跟着以色列人走的帐篷 这是会幕 所以圣殿是从会幕来的 会幕是从哪里来的 从约归来的 最早的时候神要显明他的同在 神就说我最简单 你们两个人就可以排的那种柜子 约归 约归表明神的同在 后来把这个约归把它放大成为会幕 而会幕再放大成为圣殿 所以这时候圣殿当中出现了一个神同在的最明显的记号 或者说神同在的最重要的记号 那就是约归 所以圣殿里面出现了约归 代表这个是儒甲包观 这个殿 这里这个约归为什么重要 就在讲 启示归里面讲的神的殿 跟旧约讲的神的殿 是一样的 我们的神自从旧约到新约 是一脉相承的 我们的神是一贯下来的 所以你在旧约 以色列人当年献祭的时候 他们的圣殿有约归 将来在启示归 最后神审判 神的殿一打开 里面是约归 那这个对基督徒的意义是什么 对基督徒的意义就是 我们的信仰绝对没有错 因为我们的信仰 是由以色列在历史当中做见证的 我们的信仰是从旧约一直传承下来的 所以当基督徒说 我信耶稣 我信耶稣 你不要忘记 我们信耶稣的时候 耶稣是大卫的根 犹大的石子 你信耶稣的时候 不是信历史上耶稣这个人而已 你信耶稣的时候 包括历史上这个人 他是从历史上一个古老的民族 叫做以色列出来的 而以色列这个民族 亡国了几千年又复国了 正如耶稣从死里复活一样 而这些以色列人是 他们的祖先是被神呼召分别为圣 神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附家 离开你熟悉的舒适窝 你出来你要往应许之地去 所以基督徒是一群被分别为圣的人 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敬拜 我们在神的殿敬拜 其实我们今天的殿中 我们真正敬拜的时候 里面是有一个看不见的约会的 因为我们的整个信仰 是从约会的信仰 从旧约的信仰 整个传承下来 而犹太人到今天 还在为这个信仰做见证 1948年复国了 所以这一连串 真的就是帮助基督徒知道 我们的信仰是非常可靠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是非常真实的信仰 我们一定要去传福音 OK 好 那么再往下读还有很多的奥秘 我们就是 有很多东西你现在读 你觉得不够清楚 真的不要着急 因为你如果一开始 跟着我们的课程就会知道 读到这里已经出现了很多 你以前读前面的时候 没有出现的东西 所以你一定要再往下读 往下读往下读 我们都会把大家再拉回来 让大家前后 让这个拼图把它连贯起来 所以不要着急 我们先慢慢的 你允许还有很多东西 现在暂时不懂 读到后面 你会慢慢越来越清晰 好 那我们先来做一个结束的祷告 今天我们就到这边 好 我们祷告 祝我们谢谢你 我们今天在课程当中 我们学习到最宝贵的重点 就是 总有一天不再担言 有一天大能的天使要宣布 说 不再担言 不再延长了 就是现在 恩门已关 审判来到 同时我们也看见 当第七个天使吹号的时候 他宣布的是 自古自今那些 借着先知的口所说的话 这个过程中 我们曾经怀疑过 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曾经 也是很多人攻击 我们的信仰 但到那一天 所有借着众先知说的话 都要成就 神的旨意 成就了 奥秘 成就了 神完全的得胜了 我们就会明白 我所信的 不落空 而到那一天 神要审判这个世界的破坏者 而那一天 神要奖赏 那些忠心于上帝 好好在世界上活着 不效法世界 不随从世界的人 我们求主带领我们 求圣灵 引导我们 让我们在这样的奥秘当中 我们是能够得释放 我们是能够得胜的 求主保守我们的脚步 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Amen 阿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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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尔